音樂 接下來我們看雲端製造應用 其實雲端製造應用應該是可以說就是整個工廠的雲端應用 因為工廠裡面機器其實跟機器人它的應用其實蠻接近的 在機器的時候我並沒有講很多 在機器人的時候我講的比較多 因為機器人它事實上是可以活動的 所以似乎它的功能好像比機器多一點 那除了能動的這件事情 就是它可以真正移動的這件事情 其實它的功能應該跟機器其實感覺上是一樣的 機器是加工的功能 機器人是做搬運它也做一些加工的功能 這概念都是一樣 都是透過雲端的架構 它可以讓機器變成一個平台 讓很多資訊透過雲端可以累積可以學習 可以所謂累積包含說已經完成的一些成果 可以再讓不同的機器平台分享 讓機器的功能它可以達到極限 包括機器跟機器人 那我們現在就看整個從整個製造來看 也就是比較大一點的環境 比如說一個sharp floor或者一個工廠的角度來 來思考這件事情 其實雲端它要做的也是一個整合 怎麼樣把不同的單位它可以整合在一起 讓他們可以在整個工作的過程當中做得更有效 其實在製造這個領域裡面 當然我們很簡單的說 它其實只有幾個不同的角色 一個角色就是客戶 客戶有需要特定的產品 那這個客戶就會要求製造商 我說簡單的模式製造商製造這個產品 那這個客戶不見得是消費者的客戶 他可能是另外一個公司 所以客戶要求製造商 製造商當要製造這個產品 他會找其他製造商 可是其他製造商對我們 第一個製造商來講 其他製造商就是一個供應商 所以基本上是一個 一直recurrent supply chain 那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可以想像 它其實有很多issue 它之間的整合度都不是很高 那這個事實上呢 我們可以透過雲端的方法 讓彼此之間的資訊的溝通度提升 讓他們可以解決原來的問題 那原來假如他們都是分離的廠商 他們之間的溝通其實很困難的 但是假如他們有辦法透過一些雲端的平台 雲端的服務 他們其實他們之間的整合度就可以提升 那在整合度提升的結果之下 他們就可以提升他整個生產的效能 所以我們簡單的說 其實製造商 我們剛剛有談到製造商本身內部 其實他就需要有一些整合 製造商跟客戶之間呢 其實也有整合的需要 製造商跟客戶 客戶可能是他有一些產品的需求 製造商要實現這個產品 那他們之間怎麼樣溝通這個訊息 製造商要找供應商 可是老實講 除非製造商都是做同樣的東西 當製造商每一次有新的東西要做 還要找零售商 不是零售商 供應商 供應商來支持製造商的零件的時候 其實他的搜尋的過程也是非常繁複的 還有qualify製造商的製造能力 然後看他的那個 他的 不管是交期、品質、他的credit等等這些因素 還要看他的地點等等這些因素 所以事實上都是很冗長的程序 那這個呢 比較更廣泛的來看 我們也可以透過雲端來做這件事情 那假如我們先從這個客戶呢 一直到雲端 然後再到製造商跟零售商 這個三個階段來看 我們事實上 我們先看 其實我們可以把製造商跟零售商 先透過雲端的方式把它整合在一起 那這件事情怎麼做呢 我們可以看一個個人化鞋子的案例 供應商其實非常多 但是不知道哪一個供應商比較好 而且每一次要有一個個人化的需求的設計呢 我們都要去跟供應商溝通 其實並不是那麼容易的 除非我們是做這個大量生產 像台灣現在還是很多公司在做的 台灣其實在所謂的ODM跟那個EMS的公司 都是全世界領先的 但是基本上都是做非常大量的 那溝通呢 當然派人派機器帶過去各種方式都可以 因為它的平凡度不是那麼高 但假如平凡度那麼高的話 其實它的問題就很大 那我們事實上呢 我們是可以提供一個網路化的環境 針對這個不同的資料上傳跟上傳之後 處理的程序 我們可以在網路上在雲端規範 使得供應商每一次在接受到我們這個雲端的設計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直接在上面接續的處理 當然在這個裡面其實當這個設計的圖 丟到這個雲端去讓零售商來處理的時候 就會面臨到我們剛才談到的各種在雲端處理上的問題 那很多資料的標準性的問題 我們可能還沒有辦法解決 另外隱私保護 資材的保護的問題也必須要解決 另外一種整合呢 就是製造商跟供應商整合之外呢 我們還有客戶跟製造商整合 那客戶跟製造商整合呢 基本上就是客戶他透過雲端 我們都接到雲端去 然後透過雲端呢 那這個雲端也是跟製造商是結合在一起 彼此之間也是透過這個雲端的方式來交換信息跟整合 我們也看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是巴士車體製造的例子 因為它這個設計跟這個生產之間花很多的時間來溝通 客戶它有一個巴士的需求 製造商它是不是qualify製造商就是很大的問題 還要到處找一個合適的製造商 然後針對這個細節不斷的溝通 我們不斷的溝通來確保這個製造商有能力做這個設計 所以這是一個很耗時而且很困難的工作 當然我們也可以提供個雲端的平台 在這個雲端的平台上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設計提供到雲端去 透過這個雲端當作一個整合系統的平台 當客戶設計出來一個車體的時候呢 他把這個丟到這個雲端去 讓這個製造商來針對這個設計來進行beating 砍屁的這個來製造 那在雲端就有這個機制來協助做這些事情 當然裡面有很多的關於設計處理的問題 其實這個製造商qualification的問題 其實還是沒辦法解決 也就是說這個雲端的服務的公司 或者這個組織呢 他必須要有能力 可能要幫客戶去qualify這個製造商的能力 使得這個製造商來標的時候呢 這個製造商已經確認 我們已經確認這個製造商有這種能力了 所以這些跟offline的工作 其實還是有關還是必須要做的 那很多這個高變異性的產品呢 事實上它的製造商 他有能力做 但是他是不是有這種 這種處理高變異性產品的能力呢 這個還必須要再verify 當然內部整合 整個工廠內部整合 這個我們在前面也談過 這也是非常重要 在內部其實它有不同的系統 我們怎麼樣讓它可以 我們前面有看到這個例子 但是我們已經假設它們是已經是可以整合 但是在裡面其實它的整合還是有很多的issue 那這些還是可以透過雲端的方式 把這個信息集中到雲端去進行 那不同的工廠的location的協調跟單一工廠裡面 不同設備的協調也可以透過雲端的方式來整合 讓它的效率提升 讓它整個透明度增加 它資料分享度增加 讓它整個執行的效率可以提升 所以在這一章裡面 我們基本上是透過介紹雲端當作一個基礎 讓大家了解雲端它的功能 從雲端到霧 霧的節點 就是接近我們周圍的計算 再看雲端 不管是雲端或霧 我們在機器人在生產上的應用 我們怎麼樣讓它發揮到效能 大家可能已經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在智慧工廠或在工業4.0裡的應用 其實我們前面一直談到的是連接的問題 連接是非常重要 連接是一個enabling的technology 一旦連接之後資料要有辦法匯集 匯集之後它要分析 所以這幾個功能包含匯集的功能 其實基本上是透過雲端的方式來做 分析是透過大數據的方式來做 這些其實都跟智慧工廠 跟所有智慧工能工業4.0裡有很直接的關係 而不只是在硬體設備功能加強 我們剛才也有特別講到硬體其實是一個platform 軟體的功能 其實到現在來講 在未來應該是軟體比硬體會佔更重要的角色 軟體讓硬體它可以充分地發揮它的硬體的功能到極致 謝謝大家